为什么跟儿童有关系呢 这个东西是非常暖皮的 健皮又暖皮 那儿童它是一个致阴致阳之体 它的皮往往就比较的虚 你看小孩都是 皮都比较娇嫩 比较娇嫩的时候 我们就要促进它这个生长 所以呢要多吃这种暖皮的果实 那么小孩呢 它这个皮脏呢就比较好 然后很促进它的发育 像有一点那个皮虚的 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如果说是皮虚啊 是那种大便很细软的人 就适合多吃 哦 就是因为你看很多干果 我们前面讲的润肠通便 这个不是 这个是止蟹的 哦 它是止腹蟹的 所以呢你看皮虚变糖的人可以吃 小孩促进它大脑发育 还促进它视网膜的发育 哦 视力还好 对 你看它这个绿绿的 对啊 里面这个果仁 这个呢 就是促进它视网膜发育的 你看我这个特别绿 就紫的特别紫绿的特别绿 这个特别好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像这种 所以你看有时候市场上有些开心果 它是漂白过的 对 它那个人已经不绿了 它已经发白发黄了 对 不要吃那种 那个还说烘烤过的那种吗 有的是 不好吃 要吃这种 所以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一个开心果 就它这个紫和绿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突然就好可爱 是的 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 大自然给我们任何一种东西你都会发现很很奇妙的 有时候我们没有很感恩的去看它 就是包开以后就塞嘴里了 所以我现在很感恩的把它吃掉 一边吃它的时候一边唱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所以开心果吃起来就是蛮开心啊 就是聊得也蛮开心 是的 儿童是因为等于它对儿童的生长发育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是的 特别暖皮也暖肾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虚寒体质呢 也适合多吃它 但是便秘的人不要多吃 越吃越便秘 所以就是看身体比较寒啊 大便比较细软啊 经常腹泻啊 吃它就没错 吃它就没错